Hello 各位家長小朋友你們好 我是Cheerful Kids的Joe哥哥 繼上一集我們講過遊樂場上的生字 SLIED 即是滑梯之外 今集我們就講另一個生字 就是SESAW 即是搖搖板 所以今天就特意去一個有SESAW 搖搖板的遊樂場 搖搖板就不可以一個人玩 所以我就邀請了我的拍檔來和大家一起介紹一下 好了 找到搖搖板了 和我的拍檔就已經坐在這裏了 他就是上一集有見過他的熊本熊 玩得到呢? 我的拍檔跌倒了 和上次一樣 分開了兩部份 第一部份就先講一下SESAW 這個英文生字 怎樣可以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而第二部份就講一下 Phonics是怎樣可以幫大家記得SESAW 這個字是怎樣串和平和 遊樂場面的SESAW 即是搖搖板是怎樣玩都不用跟大家特別介紹 兩邊坐著 搖下搖下搖下 除了游樂場上弄到的搖搖板叫做SESAW之外 其實她搖下搖下搖下這個狀態 都可以用來形容一些東西 亦都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 舉個例子 譬如今晚吃什麼菜好呢 有飯和意粉的選擇 有時我就覺得吃飯好一點 但有時我又覺得吃意粉好一點 我決定不到 就可以這樣說 My mind is like a see-saw I cannot decide what to eat tonight 舉個實際的例子 大家都應該經歷過 包括我自己 當我們為小朋友選幼稚園的時候 可能大概有兩類型的學校 第一類就是Happy School 很開心的 在功課上或學術上都沒什麼壓力 小朋友沒什麼壓力 家長都沒什麼壓力 開開心心地度過這個幼稚園階段 而另一類就是比較學術型的 就是Academic是比較多一點的 入隊可能就是 多些學術性的東西要跟進 包括小朋友 可能有些多些功課 壓力又會大一點 對小朋友對家長都是 不過面對著小一 我想選一間小一的好一點的學校 小符又好似是選一些 學術型的學校 對小朋友有優勢又多一點 當時我就是經常在這裡 不知道怎麼選擇 可能有一天我想選Happy School 可能翌日起床 又想選一個學術型的學校 當時就好像 思索搖搖板 舉旗不定 又不知選哪樣 就可以這樣說了 I seesawed so many times It was hard for me to choose which school is good for my daughter 我們可以說一下 怎樣用Phonics的方法 是幫大家記得 Sisaw 這個英文生字是怎樣讀 以及怎樣串 Sisaw 其實這裡有兩個syllables 有兩個音節 其實稍後也會介紹一下 怎樣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知道一個英文生字裡面 究竟有多少個syllables 音節 而這裡就有兩個syllables 第一個就是see 第二個就是saw 而思索 裡面有六個英文生字 我們可以分開兩組體 第一個音節就是 s e 三個英文字沒有兩個音 s e see 而這個就是s o s o 所以一起讀的時候就是see s o 而這裡也牽涉了兩個 有趣的故事 第一個就是e e e 這裡有一個 two thousand walking的故事 而這裡aw 也有一個有趣的故事 幫大家記得 為什麼 letter a 和 w 一起的時候 都是一個o的讀音 這裡也簡單介紹一下 double e的故事 說解之前 大家首先要知道 這裡是有五個人物 五個響音的字母 包括AEIOU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人物 他們都有它的名字和發音 第一個就叫做mr a 他發音就是a 你看到他有舉手 這個就是mr e e 是他的讀音 這個mr i 就是i 而這個mr o 讀音就是o 而這個mr u 讀音就是u 他們都有一個習慣 很有禮貌 因為他在說話的時候 他會舉手的 這裡大家會看到 兩個mr e在一起 但第一個有舉手 就是他負責說話 第二個他又沒有舉手 對呀 他就不出聲 他在做什麼呢 你看到他在找東西 大家還記不記得他找什麼呢 原來他就是找Latterland裡面的壞人 他就是找了Red Robot 因為Red Robot在Latterland裡面 他是負責偷東西的 那他偷什麼呢 他是專門偷一些響音的字母 包括AEIOU 所以這裡的所有人物 他都很害怕 因為都是怕被Red Robot偷了他們 所以他們就喜歡走mr b 即是他們出街的時候 有時他們就會兩個抹在一起 那為什麼呢 就好像這裡 第二個是負責 看著他 看看附近見不見到Red Robot 如果在這裡就快點走 所以第一個負責說話 互相保護 互相支持 而亦都反映了他們的讀音 譬如這裡 你看到Mr.E和Mr.A在一起 Mr.A就不說話 那只是Mr.E說話 所以EA的綜合的讀音 就是E 但其實EA還有兩個讀音 我們之前也有拍過一些短片 大家可以在片尾看 另外還有兩個讀音 這裡大家都會猜到 Mr.A有舉手 Mr.I沒有舉手 在找東西 所以AI的讀音就是A 而AY AY也是A 而OA大家都猜到 就是O 那就可以了 Mr.O在說話 Mr.A在找東西 不空出聲 這個就是U U 那UE還有另外一個讀音 就是讀U 我們就在這裡詳細說 大家記得 UE可以讀U 或者讀U 而IE 就是I Laterland有一個 這麼有趣的故事 可以幫大家記得 這七個組合的讀音 是不是很簡單呢 剛才很簡單的介紹了 Two Files of Walking的故事 其實之前拍過一個很詳細的影片 逐個逐個跟大家說 還有一些英文字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在片尾 都有一些連結 可以按來看一下 好了 我們就講了 EE EE C 第二個就是 SO SO 而Laterland 我們有個有趣的故事 現在和大家講一下 Later W 在Laterland 他有個角色 他的名字叫做Water Walrus 他是很壞的 他是很喜歡弄古人 在Laterland 他是一個 Troublemaker 他用什麼弄古人呢 你看到有些水 這些就是鹽水 鹹水 就是海水 專門撥海水 去弄古人 大家猜不猜到 在Laterland 哪一個人物角色 最怕他呢 是啦 就是Annie Apple 和Oscar Orange 很害怕他 因為他們都是水果 如果水果浸了鹹水 就會腐爛 所以他們很害怕的 而這個背景 這個故事的背景 亦都幫大家 可以解釋到 AW 和OW 兩個讀音的故事 故事 故事呢 就講到 Water Walrus 很想弄古人 我們就靜靜靜靜靜靜靜 走去 AW 那裏 就撥水 一撥 大家知不知 撥不撥得中呢 哎呀 好可惜呀 真的撥中了 AW Apple 走不及了 一蹦下去,Aunty Apple 便說 Oh! Oh! Don't be so awful! 即是跟她說,不要那麼衰,整個人很衰 Oh! Oh! Don't be so awful! 就是Aunty Apple 的對白 從這個對白,我們便會記得 Oh! Oh! 就是 AW 的讀音 好,我們又回到這個字 所以這裡有六個英文字母 其實只有四個讀音 包括是S,E,S,O,S,S,O,S,S,O,S,S,O 就是這樣 講到音節syllable 可能家長當小朋友默書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頭痛 我怎樣可以把這個英文字拆開 而讓小朋友容易點記得呢? 如果我們能夠拆開它一早早 一個音節還一個音節 給小朋友記它怎樣讀和怎樣算 就容易很多 其實有一個方法 就是很容易知道 究竟英文生字有多少個音節 就是我們把手放在下巴下面 我們讀英文字的時候 看看下巴撞到多少次的手 它就有多少個音節 譬如S,S,O,S,O,S,O 撞到兩次 即是它有兩個音節 我們可以拆開了 一個就是C C是怎樣算 剛才說了 S,E,E,S,O 咦? S,A,W 那就是S,O 那就是C,S,O 這樣拆開去記它怎樣算 和怎樣讀 就會容易很多 如果大家覺得這段影片 可以讓你認識到C,S,O 這個英文生字可以怎樣應用 在日常生活之中 以及怎樣用Phonics的方法 幫你記得怎樣算 和怎樣讀的話 你可以給個like 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還有有關於英語拼音的網上課程 以及實體課程的話 都可以在我們的以下連結找到詳情 聯絡我們的 還有在這個片尾都放兩條片 給大家參考 第一條就是有關於2File South Walking 我們之前都有拍了一個很詳細的影片介紹 有自例的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而另一條影片就是有關於3個簡單步驟 怎樣幫助小朋友串字的方法 怎樣去分開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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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有一條影片 之前拍了的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今天就是這樣 拜拜